这边那边那边 蛤 哎呦怎么啦 哈哈哈哈哈哈 What 上的啊 哎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我们的Evergrim 在长情宴这一边呢 有一个角头间的民宿 它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是想要做一些结婚的event啊 或者是要摆自助餐啊 其实这一个是最佳的地点 因为它旁边的那个草地非常的漂亮 Go 来跟我一起看 其实你看哦 它就是以工业风的设计 然后我来到这间民宿呢 它是以工业风的设计 快来跟我看一下这个蛮漂亮的 呃角头间的这一个草地 嗯 它在这一边呢 它还有一个呃 小庭院这样子的那一种 呃加币木的那个亭子 所以在这边很凉快的可以纳凉 再来呢 你看它这个角头间的这个范围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就是如果是想要做一些event啊 function啊 其实在这边摆那个buffet 这几个地方摆帐篷的话 其实我相信 容纳的那个人数应该可以去到150人 不是问题 真的不是问题 所以看它这个环境的范围是很漂亮的 再来 我觉得地点是很安静的 就有一些人不喜欢太吵闹 等一下 因为晚上在休息的时候呢 有很多那个来来往往的车辆啊等等 呃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幽静 漂亮的地方的地点就是 适合比较喜欢安静的人 比较relax想要办一些function 等于想要舒适舒服的休息的地方 可以选择这一个地方 我现在在这个就是工业风的脚头间的民宿 所以在hello里面的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 就是客厅啊 二厅啊 这一些是非常的荒敞 所以如果宾客来 有很多的一些椅子都可以坐 舒适的可以聊聊天啊 喝喝酒啊 所以这个地点呢是做event最佳的地点 因为空间够大 地点又在脚头间 而且又比较幽静 所以大家再来 我们去看一下他的房间 够 你看我们来看啊 他们的厨房 所以其实这一间homestay呢 就是还有厨房的一些设备 再来啊有很多地方可能 呃民宿是不可以洗衣服的 但是你如果是一家大小来的话呢 你还有一架洗衣机可以晾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呢可能在这一边 可能取假啊 可能亲朋好友来这边的话 可能他们一住就住一个4000到5天 所以event的话就不用担心 所以还有洗衣机 我们还有冰箱 还有我们的这个厨房 稍微要煮一些食物都可以 所以我们来看他的那个房间可以住多少人 噔噔 ok 我们每一间房间呢 都可以住4个人 所以是两张双人床 所以一共4间房间可以住16个人啊 16个人可能很多人就会讲 哎16个人在这间价钱多少 其实我帮你除掉来了 一个人一个晚上不到75块马币 哎 这么值得 每一间都是有这个冷气的够供 一起上去楼上看一下其他的房间 还有这一个一个小阳台 其实有一些可能他们也比较喜欢 还有一个小阳台 想要可以聊天的话 其实这边还有一个小阳台 主人房也有一个阳台 主人房也有一个阳台 所以这个是楼上上来的一个客厅 再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主人房 主人房这一边呢 我所说的有一个蛮大的阳台 哇 你看如果是在这一边的话就很 很大的那个范围 所以你可以很舒服的 而且这一边重点哦 我觉得看到好多那种绿绿草草的那个 树木啊还有山 你看那边那边那边 其实在这一个Evergreen的这个地方呢 其实你看在旁边的地方就有那个商店了 所以就是你不担心要买一些日常用品啊 或者是肚子饿想要找东西吃 其实旁边就有了 已经有我们的美食格这一些 还有一些商店 所以是地点是非常的好 可以办Event 然后你也不担心找食物吃 或者是不担心买一些日常用品 所以是非常棒的一个地点 谢谢大家 我对你来这些东西 你们来啦 我们来啦